大家好,我是乌兰 你们看看这个正式,对吧 一年一度的竹梦喜极圈又开始了 今年来了这么多人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脱口秀火了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何广志火了 何广志是让许志胜都看到了 竞军娱乐圈的希望 许志胜看到他们俩人看啥的,很坦诚 真的,我第一次看见许志胜 我的感受就是,当时我害怕极了 我说这是三T人打过来了吗 实话实话,笑话人不辱人 我之前一样,我给一个表,名牌特别好的表 做广告,那个表好到什么地步 就是我都买不起 你们见过那种,那个表的代言人 之前什么吴彦祖不达的皮特 我不知道为啥找我 你们见过那种名表,那种广告吗 就是那种穿着什么西装 然后要这个样子 表要露出来一点 目视前方 所有人一看他们,哇,世界名表 我也这个样 人一看,哇,考验辅导 而且啊,你们今天看到那边 可能还看到就是,还有朱一旦老师 朱一旦老师在那边 哦,在那边 我不知道除了脱口秀 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和我们这些人比起来 他们说这是行业内卷 我说这应该是阶级矛盾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啥是内卷 我说啥是内卷 有一次我彻底明白了 我在我家楼下 看见两个阿姨在遛狗 一个阿姨对狗说坐 那狗咔坐下来了 另一个阿姨对她狗说 sit 那狗咔也坐下来了 我看着第一只要回家学英语的狗 我一下就理解了什么是内卷 就第一只眼神 那个狗的眼神都不是哀怨是不急 大家都是狗 你这是干啥呢 后来后来 我跟他我就在想内卷的事 我就想内卷的事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很早之前 鹦鹉是不用学人说话的 天啊 就是有只鸟嘚瑟 想要自我实现 他能说你好你好 他以为人类听完的反应是 这只鹦鹉真的是生物学的奇迹 其实人类的反应是 这只会说 那其他的应该也会说 一旦卷起来都不需要人做啥 鹦鹉说人话就出现了 鸟传鸟的现象 当鹦鹉习惯了 天天得说你好的时候 又只鹦鹉跑出来说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你知道其他鹦鹉 看到他有多崩溃吗 对着这只鹦鹉就骂 就你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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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会说 我说了吗 很有灯吗 很有灯 现在鹦鹉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我前段时间看视频 有会说北京话的 有会说河南话的 还有会学狗叫的 我说你学正常干啥 我看那个鹦鹉 一会儿对着人说人话 一会儿对着狗汪汪汪 给它忙的 我说你是给它俩当翻译呢 我在想说是不是有些动物 有特殊能力 但是人家不展示 因为人家聪明 而自为聪明的动物 活得最累 你看看那个猴 总被人翻跟头 什么骑轻车 还数数 我看过一个视频 问那猴说 二加三猴子 五 五加五十 看他那个认真的样子 感觉他以为 我们人类真的不会算数 就以为 哎呀你们人类要是没有我 怎么办呀 就觉得哎呀 实际上我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呢 旁边还有老猴子 教育小猴子 哎呀你也应该向他好好学习 长大你也要去北京动物园 我们一上去就是这个标准 不用想了 有人说你说了半天 你有啥好办法 我没有办法对吧 你们看我这个行为 通过讲一个讽刺内卷的段子 目的是赢得一个 非常内卷比赛的胜利 无论我赢我输 其实都是内卷的胜利 当然我也给我这个行为 起了个名字 叫莫比乌斯卷 谢谢大家 我回来 恭喜忽然获得了三张 我们以为还有呢 突然就完了 他还是确要走好几轮的人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们老觉得中间哪拍都不合适 这后边再听听 对对对 我觉得创作特别好 外上的 外上的事先不提 我觉得写的脚本非常精彩 讲的时候节奏 我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感觉稍有一点问题 但我觉得再不拍 可能就不合适了 所以就拍了 对 连导师都卷了 压力 我觉得他每一次都讲的特别不一样 就不是那种一个套路来回使的 所以我特别欣赏那种 有原创精神的人 然后我觉得今天就好像缺了一点 特别爆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总体上还是 整体那分还是 那是 我觉得大家对他的期待 期待对 就希望每次都特别炸的那种 作为第一个说话的鹦鹉 很惨 作为把激烈的比赛 氛围带到了这个节目的人 在这贼喊捉贼 你才是特别秀代表人物